大家好,我是顾允琼博士 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2020年10月30日表示 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引入120万移民 以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,促进加拿大经济发展 目前的计划是2021年接纳40万名永久居民 2022年接纳41万名,2023年接纳42万名 如果加拿大政府达到上诉的移民目标 未来三年内接纳的移民数量将是1911年来的最高值 加拿大目前的工作机会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移民数量 没有人就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 而加拿大目前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全民福利国家 很多人或者说很多华人在过去非常梦想移民加拿大